你还记得自己年初实力下的一年读50本书的flag吗? 之前被某位大开推荐的新书 是不是买回家就放书架上吃土了呢? 想必你家肯定也有没拆封的新书吧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 哎呀,工作一天累成狗,哪有时间读书啊 其实啊,读书真的不用花那么多时间 只要你用对办法一周读一本书 真的那是小case 高效阅读的关键啊,在于三个过程 阅读前,阅读中和阅读后 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步骤 那就是阅读前跟阅读中相比 这个阶段更为重要 高效阅读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确方向 就好比你要去一个地方 那你总得知道目的地吧 也就是要知道你的阅读目的 这才是推动你高效阅读的原动力 只有当你明确自己想要什么 你才能从书中得到真正的收获 另外呢,阅读的最好时机啊 其实是拿到书的当天 一旦你抱着以后再读的想法 那你就错过了读书的好时机 就像做菜一样,需要趁着新鲜劲 先花上十分钟大致浏览全书 包括前沿和目录 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全书的内容 以及重要的知识点了 当你浏览了全书的概况之后 确认书中确实有你感兴趣的内容 那就可以进入到第二个关键过程 也就是阅读中了 可是很多人呢,都有从头到尾读书的 固有习惯,其实这种方式啊,一点都不走心 你读过的内容呢,很难在心中留有痕迹 你也几乎记不住多少书中的内容 所以在阅读中我们要学会三点 第一点呢,就是寻找到至少三个书中的闪光点 这种找重点的意识啊 能帮助我们提升抓关键内容的能力 并且能够让我们集中注意力 如果你以后要给别人转述书中的内容的时候 你也知道怎么介绍了 那第二点呢,就是要留下阅读的痕迹 无论是读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都可以在书上写写画画 无论是作者的重要观点 还是你自己非常感兴趣的内容都可以标注出来 那第三点呢,就是要留出阅读时刻 一天中啊,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碎片时间 比如说乘地铁的时候啊 在餐厅等餐的时候啊等等 其实只要三分钟的时间 你就可以看很多页电子书了 你觉得上班累,读书累 其实啊,活得最累的恰恰是不会读书的人 会读书的人呢,不仅读的高效 还能把它变为己用 最厉害的是,他们知道阅读后要做什么 有没有发现学校里有些同学每天都在用工学习 成绩却还是垫底 暗似做了很多努力,其实却是在做无用工 这其中一个根本的差别就是他们只是一个输入者 未经思考的知识只能停留在表面 无法实现真实的价值 而高效阅读的最佳方式就是要让你自己不仅成为一个输入者 还要成为一个输出者 输入者和输出者的最关键的区别就是思考 拼命输入却不输出 不过是在用表面上的勤奋来掩盖思想上的懒惰 所以读完一本书一定一定要把你的想法写下来 不管是以书评的形式还是你自己的个人感想 不管你是写在笔记本上还是发在朋友圈 这是成为输出者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去观察自己在阅读前后的变化 并且记录下来 无论是在心态上还是在行为上 哪怕有一点点改变就说明这本书给你产生了价值 阅读前中后这三个关键过程 构成了高效阅读 这么好的方法可不是我发明的 是高效阅读的秘密这本书里写的 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自己去看看 关注一飞行 个人成长不迷路